今次試下煮西班牙海鮮飯 材料很豐富 主要有泵巴米 有番紅花 白豆 黑橄欖 首先要把部分食材切成小小粒 包括小腸、洋蔥、番茄、蒜頭等等 而魷魚洗乾淨切成一圈圈 之後用橄欖油炒油2圈 大概1分鐘就可以了 另外還有青豆和橙色椒 下一步炒香洋蔥 再加入小腸 另外加入橙色椒 再加入番茄和番茄糕 中火煮5分鐘 之後加入米 還有主角番紅花 全部用中火煮15分鐘 看一下水汗上至少汗水 下一步可預備海鮮 從魚之外有蝦和橄欖 其實可以加青皮 加入海鮮後煮約8分鐘 之後會放火煮5分鐘 西班牙海鮮飯就完成了 上桌前把檸檬切成四角 放上去 是不是很漂亮呢?